大家好,今天2018年4月7號 今天呢,跟大家介紹 這個報稅蘭,這個是虎頭蘭 什麼分株 這兩種呢,它是同樣都是惠蘭屬的 都是蘭科惠蘭屬的 所以呢,它們的分株方式是一樣的 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的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個呢 大家看一下 這個叫做報稅蘭 在台灣呢,我們也有可能 也有人在稱它叫做國蘭 首先呢,我們看一下這個 像這個,你這樣摸下去 這個老頭已經乾枯的就沒有用 那這些蘭花呢 這種虎頭蘭呢,報稅蘭呢 它們都像這種枯掉以後 這有的老頭的 找一下 這個完全乾掉就沒有用 我們以這個來講 這一株 這株葉子呢,你看已經枯掉了 這個頭還在 如果我要分株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頭直接拔下來 另外種過 它會從旁邊的 串出小苗出來 會從這樣子 從旁邊串出小苗 那 以我手上這一把來講呢 各位如果要分的話呢 也可以這樣子 直接把它給拆開來 分開來 這樣子它都會從旁邊 這樣子會從旁邊 每一株呢,它都會從旁邊 串出小苗出來 那 我們為了要開花 為了它隔年會開花好呢 我們會盡量保持 三株以上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一串 共生的株呢 這現在有一二三 有長葉子的有四串 有四株 這四株呢 你一定要保持住 你不要說每一株 就變成單株單株 把它拆成單株 一株一株的單株 因為單株苗呢 在隔年它有可能不會開花 所謂的單株苗 就是像這個 這裡頭有老一二三四 加這個有葉子的是五株 那其中另外四株的老株已經 枯掉了 那像這個呢 叫做單株苗 單株苗呢 它隔年要開花的機率會很低 一定要像這樣子 至少保留 至少要有山株有葉子的 才能確保它會開花 像這個隔年如果要開花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可能有可能 很有可能不會開花 那像這種 我們如果要分株怎麼辦呢 像這個老株 我們這樣摸起來 不會像剛剛這種空包蛋的 這種呢 我們可以直接用手把它扒開 像這樣子扒開 扒開以後呢 你可以另外種過呢 它就會從旁邊呢 串出 串出小芽 新的秒出來 那各位如果要種的話呢 就是可以這樣種 那因為 現在這一株它沒有 我剛試彈給大家看 所以呢大家可能沒有看過 我現在拿虎頭籃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 這是虎頭籃 之前呢虎頭籃比較大株 手比一下 這個比較大株 這個是老頭 之前呢我把這兩株呢 拆開來 那這一株呢 隔年要開花的機會就會 除非它從旁邊再串出一兩株 那個新的苗 才會有機會 那這個是 這個老頭呢 我在年初的時候把它 兩個拆開來以後 這邊已經看到已經出芽了 我們再把距離再拉近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出芽狀況 我們現在近距離的看呢 這個 這個有沒有 這個一個老頭在這裡 頭拔下來以後 過了沒多久 這個大概一 才沒幾個月它就長出來了 就長了一個 小苗出來 那我們分株呢 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各位 未來你要 虎頭籃呢 或者是國籃啊 報稅籃啊 你要分株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種 把老頭拆掉 那你如果要 整串整串把它拔開來 都是可以的 那 這樣子的話 各位呢 你要 到 想要 換盆啊 或者是 分株呢 都可以這麼做 這樣處理 那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去 研究研究 謝謝收看